老聊聊尝试 十八般兵器是哪些 那我们一般有种说法 十八般武艺 十八般兵器 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啦 那应该讲十八般兵器 那武艺呢 就是说你操练 你使用这些兵器的熟练度 所以两个紫色的 紫的意思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叫十八般兵器 或十八般武艺 为什么不叫二十种 为什么不叫十一种 为什么不叫三十六种 这是一个统称的说法 那比如说有一部古书呢 叫五杂组 它列出十八般武艺 一攻二弩 我们也不要一二三四太累了 我们就说攻啊 弩啊 枪啊 刀啊 剑啊 矛啊 盾啊 斧啊 月 挤 鞭 剪 抓 翼 插 爬 神井套锁 白打 因为说那个白打 他也没兵器啊 不管 就是五杂组 他念出来的 他指出来 因为这是 我们就是 我们讲话有所本嘛 那古书嘛 但古书 万一他讲了怎么办 就很累了 但至少有所本 水浒传里面 也讲十八般兵器 讲的又不一样 十八般兵器 毛锤 工奴 工奴 冲 边捡 剑连 抓 辅乐 加上 辅乐 加上 割跟气 这四个 这不是 并跟语 这不是连接词 排棒 与 枪插 但是你说 不对啊 这两个十八般武器 都不对 没错 所以你说 到底哪十八般武器 兵器 武艺 没有标准答案 那怎么办呢 那这 这两本书 写的就不一样啊 但都讲十八 表示说当时已经 古人已经习惯 讲十八般兵器 可是 人言言书 大家讲的不同 所以我们只能讲说 自古以来 就是有 十八般兵器 可是至于哪 十八种 大家讲的不一样 答案就是这样子 没有标准答案 讲十八是没错 没有讲十九 十六 二十五 没有 但是到底哪十八个 不一样 但是另外 比较常见的说法 因为你说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那个 白打是什么东西啊 神兵套索也算吗 那你说这个什么 排跟棒 棒是可以的 你说排 什么叫排 排也算吗 是不是 所以一种常见的说法 就是 比如说 刀枪剑挤 这个没问题 辅月勾差 好像也没问题 党棍硕棒 前面这个硕就没有啊 这个挡什么东西也没有啊 边检垂抓 拐子留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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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又什么叫党呢 又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 三个讲的 都有道理 三个讲的又怪怪的 是不是 好 那不管 所以他没有标准答案 目前只能说 十八班兵器 大家讲习惯 实际上 不止十八 可能二十几个 大概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很难说是 我们提一个标准答案 也不可能 但是我们这边 主要是讲说 十八班兵器 大概有几种讲法 虽然没有标准答案 可是我们至少 有些你可能搞不清楚啊 什么叫鞭 是不是用马鞭 马鞭什么是武器呢 什么叫剪 这个很奇怪 什么叫 什么叫月 这个可能比较搞不清楚 什么叫抓 你说刀枪剑 我知道 挤 吕布用的姐知道 负 也知道 月什么月呢 勾跟叉好像知道 那什么叫挡呢 什么叫朔呢 锤子留心锤也知道 什么叫剪 什么叫抓 我们看看图片 比如说我们看看 刀没有问题 大刀 因为其实 每一种武器呢 它也有细分很多种 你不要说刀就有一种 枪就有一种 剑 不是 它也有很多 锤有流心锤 有带链子 也有像李源爸那种 培元庆那种 没有带链子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统称 所以你不要说 刀一定是长这样 不是 这是比较主流的 那它还有 有一些变化 刀大致上讲 讲这样子 一般讲大刀 还有大砍刀 就基本上一面 背面是厚 上面是厚 下面是薄 你说那筷子手 就是用刀吗 它用 它不用剑砍人头吗 用刀 因为刀 不是说最利 而是它那个最能切 你看那个厨师 要剁那个肉的时候 一定是厚背 背一定要厚 那剑是两边都是薄的 剑可以刺 比较不好砍 枪 赵子龙 那个枪 天下无敌 枪 斧 大斧 陈咬金 三把斧 月 月是比较早一点 月长这样子 跟斧头有点像 剑 大家知道了 西方也是喜欢用剑 但是严格在古代 剑它不算是一种武器 那你说那个兵与火 很多外国的古代 它用剑来 当武器在马上 可是中国古代 跟西方不一样 因为剑 你平常两个人斗剑是可以 可是在马上 剑就短了 所以你看我们 以前中国都是用长枪 杖八舌 要长一点 因为的确 因为马 你在马上 你需要长一点 所以剑就是古代 是防身 防身 连刀都可以 近距离的砍 可是剑就是防身 我们叫配剑 没有叫 配刀比较少 叫配剑 防身用 然后挤 挤是有一面的 有两面 方天化挤 铝布就是两面 弓没问题 当然弓搭配剑 毛 毛跟枪也是有点像 当然有些毛 杖八舌毛 张飞的 它前面转弯 就是弯弯曲曲的 那有杖八舌毛 又不一样 一杖八 像蛇一样 弯弯曲曲的 奴 最有名的就是 诸葛亮的十连弩 因为弩最早是 一次射一箭 可是太慢了 你射一箭再去弄 对不对 太慢了 你一箭射出去 人家过来了 所以后来有发 三连弩一次发 三发 三师弩的 那诸葛亮后来厉害 他发明一个诸葛连弩 一次十发 那不得了 盾 盾有很多种 你说用竹子做 用藤做的 当然又用木头做的 最后又用铁做的 但是变化很多 棍子 少林寺常常棍法 棍子是这样 棍子有很多 有长有短 棒 棒也有木棒 有铁棒 也不一样 形状也不一样 还有狼牙棒 水五转 琴米里面的狼牙棒 上面一根一根短刺 所以都很多种 编 那个秦琼 秦书宝 那个 那个 就很有名 唐朝 唐太宗的大将 冲 或者是冲 冲就是 里面带一点火药 可是你说 再早一点 还没有火药的时候 这冲到底算不算呢 然后锤 锤长 长这样子 有人叫金瓜锤 那锤 那你原霸用锤 那个锤就很大 还有流星锤 又不一样 你看这个流星锤在这边 那锤跟流星 应该算一种啊 对不对 带链子 流星锤 可以抛出去的 简是这样子 简就是有一节一节的 但是边 有的边也是一节一节的 所以又很难分 抓 带钩子的 但抓有很多种样子 然后钩 带钩的 我们就这样 带钩的 也是一种武器 朔 就是那个 曹操也常常喜欢 那个 还用过朔 杀个 喝醉酒 或杀了旁边的大臣 硕也是一种武器 也是常行的 套锁 套锁有的射出去 这边带一条尖的 那有的 有的没有尖的 只是把人绑起来 套锁 也有 叉子 这个常常是猎户 猎户去抓猛兽 用叉子 因为它长嘛 而且有三根 你一根 你用枪啊 单支的 万一没差 它三支 中奖几率高 所以 十八般武鱼大概 我们就 很快的 很快的 刀 枪 符 月 剑 挤 弓 毛 弩 弩 盾 棍 棒 鞭 冲 锤 流星 剪 抓 所以它有些字 就念了 发音 念抓 但是我们这边 可以归纳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大概 已经知道了 十八般武艺 十八般兵器 这边 用武艺 这边兵器 反正就是 十八般 十八种兵器 那大概怎么样 哪一种兵器是怎么样 那刚才图片 也大概看出来一点 那我们就 长一点知识 就枪与毛 那其实蛮像的 所以要是我来选的话 枪跟毛 我选一个 比如说枪嘛 比较常用 那毛就不要 人家说毛也常用啊 杖毛蛇毛 可是它就很像嘛 那你不然的话 你全部都列的话 至少二十几种 搞不好都快三十种啊 那你既然十八的话 比如枪跟毛 选一个 选枪 那斧跟月很像 你看这个 斧跟月像不像 都像斧嘛 就选斧就好了 所以你看 这边说常见的说法 斧月 那我就选一个斧 然后月就不要 因为两个很像嘛 不然选不完啊 你说常见的说法十八种 可是前面 有些东西也是常见 它就没有啊 所以这三个都有点问题啊 都不是那么完美 而棍棒 棍跟棒子 其实也是蛮像 但棒子是粗一点啦 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常讲棍棒 棍棒嘛 对了 狼牙棒跟棍子长得不一样 可是两个接近 那牌与盾也很像啊 牌 我们一般就是藤牌啊 牌子我们一般就是用皮啊 或者是用藤啊 竹子那些做的 那牌子 那跟盾很像 那勾与抓 都带勾的啊 都带勾的啊 都带勾的也很像啊 那锤子 跟链子 还有流星 流星锤也接近啊 所以这些 都选一个就好 所以我们说 中国传统奖十八般兵器 有这种讲法啊 那至于你相信哪一种啊 你就相信哪一种啊 每一种讲的不一样 搞不好还有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说法 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就知道 中国古代的兵器 大致上有这些 一般的讲法十八个啊 但实际上 实际上不止啊 所以我们就大概了解 什么叫十八般兵器啊 我们顺便看一些图 就知道这些兵器 尤其那些比较少见的啦 可能鲁啦 可能粤啦 鞭啦 剪啦 抓啦 以为我们是没有弄图片 插啦 爬 爬也没弄图片 那这些 你也大概知道 这些东西大概长什么样子 那今天讲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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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